消費者在購買二手中古車時 最怕遇到事故車或是泡水車 尤其在颱風天過後 更可能有大量的泡水車流入二手市場 消費者想要保障自己的權益 可以向車行老闆索取這樣子的文件 車輛鑑定報告 謝謝 鑑定報告項目包含內裝配線 座椅 地毯下方孔隙等 看到泡水跡象檢查都是一一打勾 安全過關 車行老闆才放心 我覺得外觀其實不太難 不太看得出來 我們還是都會送給第三方專業鑑定 他會有一個報告出來 那我們提供給消費者 他也會比較安心 除了鑑定報告書 老闆也分享幾個 簡單判別泡水車的方法 一樣這個地方會拆掉 然後再來他們比較專業 他們會看地毯 地毯跟座椅下方是泡水車 不易清潔之處 通常可以發現有淤泥殘留 一旁的膠條也會有水滯的痕跡 安全帶有些人會拉到最底 還可以把安全帶全部抽開來看一下 最裡面有沒有黃土殘留 安全帶座椅以及膠條 都可以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民眾購車錢都可以自行檢查 車子泡水我們像通常有分三個階段 第一個就是我們講半泡 坐墊等於算是有點像是接近七成 那再來就是全泡 全泡就是百分之百 就是全部全泡水車 若只淹到車內地板 一般修復後影響不大 但若水淹到坐墊高度 就得評估是否值得維修 若淹到儀錶板代表電子系統泡水 可以直接考慮報廢 買二手車要注意 明顯地於市價兩成以上的車子 購買時就要特別小心 別因為一時貪便宜 很可能就會買到泡水車 既危險又上荷包 靜新聞 虛偉成 張俊涵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